哈喽大家好,我是喵喵 不知道大家在玩塔克夫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 现在塔克夫玩VSS的人越来越多了 而且啊,甚至一度超过了暗区里面玩VSS的人数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且听我娓娓道来 起因是尼昆塔最近搞的一个小改动啊 就是所有枪械后座力下调15% 你现在别说VSS了 你就是萨58,ASH12他都能压得住 这什么个概念呢? 就是说他相比于上个档 后座力基本上等于没有了 其实如果单纯下调后座力的话 不仅不会掀起VSS热潮 还会导致用VSS的人数变少 因为在同等情况下后座力都下降了 为什么不去玩口径更大更猛的冲锋枪 就比如说萨58 他虽然是一把步枪 可是他口径非常大 甚至呢可以当冲锋枪来玩 哎,你说好巧不巧 问题就出在这个子弹上 大家都知道啊 VSS使用的是什么 9x39的亚音速弹 这个子弹的口径虽然不大 但他有非常强大的穿身 就比如说SP-6和7N12 这两款子弹的穿身完全可以碾压很多的子弹 但是也有比他们强的 只不过呢那些子弹一般是只能搓的 但是VSS的SP-6是可以买的呀 虽然说有点贵吧 但确实比其他静获得子弹更方便 而尼基塔呢又出了一波暗改 或者说是bug 但我更觉得像是有意为之的 他把SP-6和7N12的穿身数据给改了 原本SP-6打6甲是会跳弹的 是会顿伤的 但是呢 现在改了之后 三枪秒6甲 两枪死6头 那根本就不是事 这也就导致了VSS掀起了一股热潮 下面我不说话 你们静静看我的VSS秀 和我被别人的VSS干死 大家就能看出来啊 VSS有多强了 来吧 展示 这一波呢 是VSS极限干掉敌人 这波呢 是轻松打掉一个 没有技术含量的老硬币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人拿的还是M4和5级甲呢 直接被我干掉了 这波呢 是被VSS一枪爆头 这波呀 是拿VSS贴脸输出掉一个M4 看到没 这个人拿的也是M4无极甲 可惜呀 还是被我给干掉了 怎么样 你们知道现在的VSS有多强了吧 那还等啥呀 赶紧拿上VSS 趁还没有削弱 赶紧去突突突爽一波呀